年度南加华人社团联合举办的爱能改变一切圣诞晚会 今年选在Pasadena市立学院举行 在12月15号跟16号总共四场 今年特别邀请到艺人吴启贤 以及超级星光大道歌手高以爱演出 同时也为受孕儿以及贫困患者慈善募款 好久不见的吴启贤 为了出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华人社团慈善筹款晚会 特别来到洛杉矶 结果没有多久前才遭到车祸 导致绞伤 但他不愿取消排定的演唱会行程 吴启贤乐观面对 表示在周末两天所展开的晚会上 一定会带给观众最好的视觉享受 因为我以前来洛杉矶的演出 全都是商业的演出 那么我这一次过来 就是一个福音的算是慈善晚会 而且是连续做四场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在体力上来说 在心情上来说 我都要维持在一个状态里面 但是我有信心 因为我是来做福音的 那因为是福音 所以我的靠山是主耶稣 所以我心里面没有什么忧虑 也没有什么担心 我只要在台上真心诚意的 把这些年的一些生命的见证 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把我创作的一些福音歌曲 跟一些传统的福音歌曲 我会在这个晚会唱给大家听 爱能改变一切 圣诞晚会上 特别邀请到知名艺人乌企贤 以及参加超级新华大道PK赛的人气偶像 高以爱演唱 为募款会上带来多首动人歌曲 大会现场更是为台湾的收掠儿童 以及在内蒙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募集基金 帮助他们找回灿烂的生命 去年我们捐赠到西藏 有五万美元通通都到位 今年我们捐赠到三个地区 台湾是家福中心 是来协助受虐儿童的教育基金 以及三万美元是到内蒙古 白内障的穷困的白内障的病患 他们需要手术 那我们今年也跟美东华人银圣诞 就是美东的爱能改变一切 来跟他们协商 说将他们的捐赠 全数两万块钱 就送敌三敌台风所需要的 灾民身上 今年在美国东岸以及西雅图 都有爱能改变一切的圣诞晚会 并且陆续在全美各大城市展开 主办单位要用爱跟希望 来让华人同胞感受到圣诞节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